任何一檔股票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 计算出它合理的企业价值 在股票市场中其实要赚钱除了好公司之外 好价格也是非常重要 股票市场赚钱有几百招 但是真正能够让你安心赚大钱 真正能够让你用投资的方式去看待股票这个市场的 真的就是买低买高 你focus在企业上 focus在企业价值上 而不是每天在那边追着小狗跑 追着那股价的波动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标股金APP里面 我们在最新的版本 把这个PEG纳金群 一样有这个小树苗的依据 你就会看到特价便宜合理昂贵跟疯狂 好价格的部分除了PEG之外 我们标股金里面还有一个河流图 用滚动式的 这也是市场唯一一个用滚动式的客流图 那这也是市场唯一一个财报AI的APP 标股金除了计算好价格之外 那刚才庆龙不是有提到说 我有一本著作12招独门秘技找出标股金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高胜率的选股策略 那这也都收入在标股金里面的选股 那这放在所谓的龙选股里面 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去筛选 标的有机会可以让你赢在起跑点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 欢迎可以先加入这个免费的LINE群 扫描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赢家的观点 这个新的版本中啊 其实加了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那举例来说 大家先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 那我们看到这个APP的左上角有个例 这个例啊 其实你点击去之后 它其实就是形势力的概念 它就会去揭露每一天 有哪一些公司它会举办法说会 有哪一些公司它要进行除息 有哪一些公司会进行所谓的股东常会 那比如我们来看哦 假设而且它的这个时间啊 是长达三个月 所以现在是六月中旬嘛 假设你要想要看七月一号 七月一号的时候 假设是七月四号好了 七月四号 七月四号这个礼拜一啊 那除息日是你看 有哪些公司它要进行除息 包含了像鸿海 它包含了像国具 包含了像这个351的戏码等等 就会看到一目了然的指导 还有5347的这个世界先进 另外627的同心店 那这些都要进行除息 那在这些除息的这些标的中 你可以去了解它现在目前的殖利率是多少 以目前的股价 它目前的本益比是多少 那目前的收盘价是多少 那比如说以鸿海来讲 它这个以6月15号的112元来计算的话 它目前的本益比是11倍 那七月四号 大家看到七月四号 礼拜一除息的时候 如果它的股价没有变动 它殖利率大概就是4.64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殖利率比较高的 那你就可以点这个 这边有个上下键 那你就会发现在七月四号这一天 除息达目前殖利率最高的是 3592的这个瑞鼎 然后像鸿海是排名第三 然后这个其实也都是高值率的部分 那在七月四号除息的标的中 有哪一些公司是本益比相对较低的 你也可以在那边做点选 那点选的一个内容的话 这个往下点是由高至低 再点一次是由低至高 那这些公司是亏损的嘛 所以如果不考虑亏损的话 其实国具鸿海跟瑞鼎 都算是本益比相对较低 所以如果要同时考虑这个本益比低 殖利率高的 然后我觉得2317的鸿海 确实就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首选 那当然这个形势力的部分 它会整个涵盖了将近未来三个月 所以我觉得同学 我们在新的版本中 其实有加这个形势力的功能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 版本的一个内容 好那重新回到 除了这个形势力之外 那我们的这个大盘依然还是保持的 这个旌旗指数 那最近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旌旗指数 这旌旗指数指的是 目前1700多家的上市会公司中 有多少家的公司 他们目前的月线、季线、半年线跟年线 这四条的短中长期均线 是呈现多头排列 那呈现多头排列加速越多 就代表台股的结构正在转强中 那如果反之呈现多头排的加速在减少 就代表台股的结构正在转弱 那目前其实虽然大盘 让很多的投资人觉得好像是有点风雨飘摇 但是我们看这个旌旗指数 其实已经有没有看到它像已经开始在勾角了 已经在开始勾角了 已经开始勾角上来了 所以你要像加速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来到 已经从这个原本的最低大概只有192加 它现在已经慢慢的已经开始回升到 以这个6月15号来讲的话 已经回升到220加之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其实这个旌旗指数 其实已经开始触底反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大家可以留意 这个台股的状况是不是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悲观 从旌旗指数来讲 其实已经看到了台股结构开始转强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个是原本的版本嘛 那上一次的版本我们加入的那个河流图 就是大盘的河流图 可以帮助大家去协助判断大盘目前 不管是从本益笔静止笔的角度的一个位阶的一个状况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那新的版本中啊 其实我们又多加了一个东西 叫做加权指数贡献排行 那大家在使用APP的时候啊 你常会看到有一个像这个东西 有没有看到I 现在叫有个像information这样子一个小圈圈 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 你可以点进去 他就会告诉你我们的这个的设计 他的当初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多加一个加权指数贡献排行榜 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因为加权指数除了受到全王台积电的影响之外 个股权重与涨跌幅的状况 同样也会影响加权指数 那透过加权指数贡献排行榜 可以快速看出目前大盘的涨跌幅的受到哪些上榜 个股而有所影响 那同时观察上榜个股是否有族群的轮动跟轮涨的情况 也可以帮助投资人找到快速主流发动的类股 那在这个版本中我们按的这个确认 这个就是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像information的这个讯号 点进去之后他就稍微解释这个内容 那以今天大盘这个下跌四十几点 应该说以6月15号这个大盘下跌48点的一个内容来看 主要的有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正贡献点数 一个是拖累大盘往下跌的 那正贡献点数 你可以点这个进阶 点进去之后 主要的是贡献最多的就是中租KY 这档金融股587 他贡献的指数 点数是5.23 那第二名的是2317的鸿海 他贡献的点数2.25点 然后联发科也贡献了2% 中信金也贡献了1.9% 上海商银也贡献了1.31% 那这个是在2022年6月15号的时候 贡献大盘的主要的个股 那当然有贡献的 那也有负贡献的 那今天蛮明显的 我们看到像台积电 他拖累的大盘跌了33点 ABF载版的星星 他拖累的大盘跌了8.84点 今天的星星是 快打到跌停盘 这个ABF载版最近的压力是蛮大的 除了出来还有一个长龙 2603的航运股的长龙 2886的兆风金 这个都成为拖累大盘的一个主要的一些标的 所以有了这个东西 其实可以去帮助一些投资人去了解最近的盘面 他有没有哪一些族群是集体的往下坠 或者是哪一些族群是集体的往上涨 那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目前一个市场轮动的一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新的版本除了加了这个加权指数贡献排行之外 那我们还增加了非常多的一些information的一些说明 那最主要的其实都是集中在这个财报的部分 财报的部分 那我们来以鸿海为例好了 那刚好也是说明我们新的版本有加了哪些的功能 那最主要的其实是在财务的部分 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一些说明 那大家知道在标股金APP里面 其实大家所看到的 就除了他的股价 当天的股价走势之外 你也看到这个所谓的量价 就可以去了解最近的鸿海这240天 他的不同的成交价累积的成交量 那以鸿海来讲 他过去可以选240天 也可以选累积120天 也可以选累积60天 那通常我们的主张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操作的波段 所以庆隆会习惯去看累240日 那有了这个累240日就可以了解 鸿海在过去一年 过去这一年的240天的交易日中 他哪一个成交价是累积最多的 这个很明显的看到 大概就是104、105这个地方 但我们看到他这边就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像这个地方 就103.5累积的44万张 然后104也累积的38万张 然后105也累积的37万张 所以大概104到105这边大概累积的上百万张的成交量 那这个累积量就会成为鸿海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价 它是一个支撑就是筹码分析的概念 所谓筹码分析的概念就是量最大这个价格区间 它会成为压力或者成为支撑 如果股价如果股价是在这个最大量的下方 假设比如说鸿海来讲 鸿海大概最大的量是在104到105元这个地方 那如果它的股价跌到101好了 那就代表104到105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天花板 就会是它的压力价 但是在筹码分析的概念中啊 其实就是它涨到了压力价 它就会遇到一些压力嘛 就会有点涨不动 因为就有很多人会把这个解套的卖压给倒出来 反之如果它一旦能够越过 成功的越过那个最大成交量的那个价格啊 那原本的这个压力就会变成支撑 就变成支撑 所谓的支撑就会就是指说 它即使跌下来就会获得很好的一个买盘的一个状况 所以目前看起来鸿海已经成功的越过这个103到105的 这个最大的成交量 原本的压力变成了它的支撑 所以它在过去这240天来讲的话 这是接下来的成交的那个 就筹码分析的角度来讲 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压力了 好 那除了筹码之外 这个还有包含了分析嘛 分析 分析的话这都是我们原本的一些功能 那就可以很大 可以一目的了然知道它目前的一些状况 那另外K线的部分 当然有日、周、月 那这是比较偏技术分析的 你可以去看它的 可以设它的不同的短中长期的均线 还有布林通道 还有比如说成交量 KD、NA、CD 然后还有一些这些的一些DNI 还有外资投信 还有自营商的一个买卖操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基本的很多的软体都有 那除了之外 我们在财务的部分啊 这也是这一次的这个改版中 其实比较多改版的地方 其中有很多的投资人 他可能在使用APP的时候 有一些不是这么了解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这新的版本中 在财务这一块啊 都做了一个 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 左上角这个啊 在年月的这个上面 有个叫做I的 也是一个information这个部分 那你点进去之后 那我就会告诉你 在这个的 看我们的财务里面有营收EPS 股利、损益、获利 跟财务比例 那在营收的部分 其实他看的内容是什么 就点这个I 你就会知道 这个栏位我们到底要看什么重点 那这个指的就是 公司单月营业收入 那每个月的10号以前 会公布上个月的营收 所以6月10号会公布5月的营收 那7月10号会公布6月的营收 就是公布上个月的营收 那通常我们会看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看单月营收的年成长率 那这个是指的是当月份 与去年同期相比的成长率 一般认为超过30%以上 就是好的表现 就是你同今年的5月 跟去年的5月相比 如果你的成长能够超过30% 就代表这家公司已经开始有出现 成长的力道 那除了之外 我们还会看所谓的累积月营收年增率 那比如说1到5月的累积营收 1到6月的累积营收 跟去年同期相比 又有多少的一个比较 那这个通常其实就是超过20% 就算是好的表现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栏位 那你就可以用来比较 像鸿海他的累积营收 这边有月嘛 5月份的营收是4900亿 那叫去年同期成长是9.3 那1到5月的累积营收是2.3兆 那营收成长率是4% 所以看起来鸿海他没有到真正的成长股 但是他就是富贵稳中求的一个 慢慢成长的一家公司 那这个是在营收这个地方的一些表现 他除了之外还有EPS嘛 那这个栏位要看什么 如果很熟悉的人 他可以直接看他最近的单季的EPS是多少 近世纪的EPS是多少 那新的版本中会有多加的一个iInformation 这个点进去之后就会知道 EPS为每股盈余 那公司平均每一股获利 标股经营应采用合并报表盈余 那每股盈余可视为季度公司获利的最终成绩单 那我们有两个方式可以去看 一个是看他近世纪的EPS 第二是看他EPS的成长率 那这个来讲EPS的成长率如果超过15%以上 就算是不错的一个好表现 所以这个就按确定 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做一个参考的一个比较的一些依据 好那除了这个EPS之外还有股利 股利也会看到也有一个i的部分 也点进去看 那这个就为股利的政策 可以看到公司公告股利发放 并且查看历年的殖利率 平均殖利率跟今年殖利率 那我们采用了近十年 近十年的平均股利 近十年的殖利率 最新的殖利率 那他的现金股利是多少 股票股利是多少 目前的殖余是多少 盈余分配率是多少 那这边都有公式还有相关的解释 所以我觉得新的版本其实是可以让很多的 你可能不是这么了解这个很多的财报 或者是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的一些用户 他可以很快的去掌握原来这个在讲什么 所以你在使用APP的过程中 你也是一点一滴的都在学习跟进步 好 那这个看损益的部分也有 那有没有看到损益的部分 还有这个获利的部分也有这个I 然后财务比率也有这个I 我们有看到还有比如说这个合约负债 那所以这些内容都要大家去看 那除了之外我们的新的版本中 其实还有加了这个大股东 这个是进化版的 就是我们在上一个版本中有一些在调整的部分 那其中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前十大股东 就是这家公司前十大股东 他的持股的变化跟他去年或者跟他上个月相比 有没有出现大幅成长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呈现大幅衰退的一些内容 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意义其实就是 毕竟一家公司升为前十大股东 很多时候是老板 所以有些时候我常告诉大家 就是在资本市场越久 你就会越相信一件事 就是不要轻易相信老板说的话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他正在做的事 如果他做的事跟他的口袋荷包有关 那基本上那就更有可靠性的 那因为很多老板 尤其我们看到最近很多股东会 那个老板都会发表对于他公司业绩的展望嘛 那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观察 基本上很少老板会看随自己 可能相对保守的也说 也许现在黑天鹅很多 但是他还是相信公司有能力可以去度过这个世界经济不稳定的状况 这很正常啊 因为很多的老板他当老板是没有悲观的理由 如果你有悲观那老板就不用做了嘛 所以基本上老板说的话都会是比较乐观一点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去理解的 但是很多时候他说的话跟他实际做的是 如果不一致的时候 那投资人就可以拿这个来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 那所以我们新的版本这个APP里面 其实有增加了前十大股东 那我们除了有这个不同大股东的持股变化 比如说持股100张 持股200张 持股400张 持股600张 持股800张 持股1000张 不同的股东的人数的持股变化 比如说我们看鸿海 一般来讲大股东 我答案都是以400张 400张来看 你看鸿海的400张以上的大股东 从4月29号时候的比例最低是72.05% 然后就开始一路的上升 那我们看到持股400张 他大股东一直买一直买 这个这个这个表是按照每周每周统计 所以每周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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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呈现在这个平均的张数上 平均的张数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的平均张数啊 其实跟股价走势其实高度的正相关 所以如果当看到平均张一直往下跌的时候 就代表小股东越来越多 在筹码分析中有个概念啊 就是筹码如果掌握在大股东的手上 再大的利空股价都不会跌 但是如果筹码都掌握在小股东的身上 再大的利多股价都涨不起来 那这个就是资本市场一个蛮有意思运作的方式 那我们这个平均的张数就可以看出 那鸿海很明显的股票的平均张数是持续的在走升 那除了之外我们新的版本中啊 这边有增加了他前十大股东的一个状况 这个所谓的年张数的增减是指 以他最新的月份跟他上一次公布年报的时候的持股的水位来比 有没有多还是减 那比如说鸿海来讲 其实有一些公司其实都是 像挪威银行是减少了两万六 然后这是挪威的央行 那新加坡 这应该是新加坡的淡马席嘛 新加坡的主权基金增加了六万多张 创办人郭台铭没有做任何的变动 那除了之外大家也很好奇 有些公司的这个月增啊 他有看到是四月 有些是在不同的月份 那最主要是以最新公告的数据 那有些公司他没有变动 所以我们这个APP采用的就是他最新的一些数据 就是有公告的我们就会纳进来去看 像有些公司他可能会看到是三月份 有可能是二月份 就他上一次公告的时候可能是二月份了 所以就因为只要前十大的股东 他持股出现变动 他就必须依照规定公告嘛 但是如果他没有变动的话 那基本上APP就不会显示 我不能就看了 你还没发现 我忘了一下 我忘了一个居心 我忘了解议 我忘了解议 我忘了解议